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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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正宗的 公报鸡丁的味道 这个太油了 老年人少吃 蔚来 圆圆 你们吃 我们吃 我们吃 我们试一下 老年人应该少吃 应该少吃 好吃 来 来 来碗头 吃 你们吃 你们吃 老年人应该少吃 少吃 我们吃 来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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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样说 好好谢谢你呢 我已经很长时间 没和阿辉在一起待这么久了 我觉得阿辉心里还是挺关心您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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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够感觉出来 虽然平时你总是安慰我 可是我的心里还是没有底 今天我才真正感觉到 我和阿辉还是一家人 尽管他一时还接受不了我 但是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放弃的 您能这么想就对了 这段时间我觉得阿辉 他不像外表那么冷漠 他内心还是很渴望亲情的 你一定要有信心 我和郝未来一定会帮您的 好 太谢谢你们了 会长 您救了我跟郝未来 其实我们内心 很感谢您 这段时间您这么照顾我们 我俩一直就想着 为酒庄做点什么 你看看 你们千万别这么说 这个是我俩设计的 酒庄的Open House的 一个流程方案您看看 您觉得怎么样 好 太好了 我跟你们讲我已经老了 跟不上这个时代了 现在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 有什么想法尽量提出来 我一定大力支持 您看看这个流程 这个是酒庄 然后有品酒 还有茶会 还有其他的 你大力支持 人家怎么告白就这么轻轻松松的 你怎么一句话都说不出口 看你这脸皮也不薄啊 胆子怎么这么小 走啊 蜘蛛 走 该你了 走啊 你看少爷 蜘蛛 送你的 夏元 我看着酒窖死气沉沉的 弄点花来布置一下 插边吧 你也来插花啊 插那酒桶里 这个不错 对了 这个是我关于 open house的一个设计方向 你们看看 给点意见 open house 对啊 这是我跟夏元商量出来的 我们想拓展一些宣传 吸引更多的消费者 圆圆 你跟我实在太有默契了 我其实早就想给酒庄出点力了 毕竟这里面凝结着我妈的心血 但是 不过这就好了 我可以跟你一起完成这个项目 夏元 我还有很多细节没跟你聊 我们到旁边聊聊 圆圆 等一下 我觉得这个计划总体来说都不错 但是在这个空白的地方可不可以加个slogan 这样可以突出主旨 以后也可以作为酒庄宣传语 现在酒庄呢 连受众群都没有定下来 先定slogan的话 到时候矛盾的话就尴尬了 我在酒庄生活很多年了 酒庄情况我最了解 可是现在市场规模发展的迅速 前几年的状况和现在的已经完全不同了 我们要向客户展示的是不一样的酒庄 所以宣传语绝对不能定在受众群体之前 你觉得呢 我觉得 我觉得 都对 要不然这样吧 我们合理分工 我负责海报设计 你负责宣传推广 你负责流程安排 怎么样 行 不行 那好吧 放火吧 报告老板 我已经打扫完毕 请您验收 注意了啊 以后这儿要保持一条直线 知道了吗 架不正 wink 行喽 时间差不多了 你收拾一下 跟我出 soda一趟 去哪儿 你只需要旅行职责就行了 好吗 好 给 怎么了 走啊 你带我来这儿怎么不早说呀 我这儿穿得跟个灰姑娘似的 灰姑娘每天都穿礼服 那还是灰姑娘吗 走吧 先生 卫 新男人的衣服已到我们的店 您的颗衣服是给您留意的 您喜欢试试吗 不 只是纸纸 然后选择一件衣服 最后一件衣服 好 老板 你这福利来得也太突然了吧 是公非的吧 你放心 我付钱 你又在打什么鬼主意 别以为一件衣服就能收买我 我可是刚挣不饿的 你想多了 我只是想让你陪我出席一场晚宴而已 那我跳跳 彪子 你说这个好未来的少爷 都喜欢下缘 他俩谁会赢啊 当时是少爷了 还用问吗 我跟你不一样 我觉得好未来会赢 赌不赌 你这赌点啥也行啊 来呀 我吃我就顶上了 怎么样啊 老师来了 老师来得正好 我们俩正打赌呢 我发现这个少爷跟好未来 都喜欢下缘 你说他俩谁会赢啊 我赌少爷 我赌好未来 好了 俩大老爷们好好下象棋 别管别人的事啊 别走啊 这人你说 年轻没谈过恋爱 嫉妒人家这是 咱继续 怎么样 夏云元啊 你做的饭菜 一如既往的好吃 记得我们在过园的时候 你第一次为我们下厨 媛媛 你送我的护身符 真的好灵验啊 谢谢你把家人的祝福 传递给我 什么护身符 是媛媛送我的 只有我和她有 你们还这么迷信啊 先来后道懂吗 我只知道有得者居之 就你有得我没得 我先来 那个 那个 我突然想起来 会长说有事找我 我去找会长 你们先吃先吃啊 慢慢吃 我这个人做事 从不有礼 你喜欢夏元 我也喜欢夏元 反正我是不会放弃 谁跟你说我喜欢夏元了 别自以为是 我认为是要画出来气 我现在是这样思考的 我认为我的大理 我的你的辱生 我认为是想法 我认为是想法 你软异回来 我认为是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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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俩认为是想法 怎么了 我说不说很奇怪 没有啊 挺好的 走吧 好漂亮 真好看 大叔 我还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场合 有点紧张 不用紧张 保持微笑就可以了 好漂亮呀 好漂亮呀 大叔 我好饿 我去拿点吃的 我去拿这里 你都要一起合 我们一起合 我们应该做的 我们要在六十七十八 好 好 你生在这里吗 我才是 我在这里 好 好 你住在这里 我不想 对不起啊 好 好 很棒 大叔 你看 这有好多好吃的 会怎么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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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啊 那我先走了 老魏 真巧啊 没想到你也会来 好久不见 那个小姑娘是谁啊 那是我的私人助理 小叶 助理 你朋友啊 大叔 这是我朋友 嗨 你好 我是思琪 思琪 名字挺好听的 但是你看这年纪很小啊 多大了 我二十二 二十二 二十二能做什么呀 是 什么情况 真没想到啊 老魏 这么多年没见 你的品位怎么越来越差了呀 助理都不挑一下的吗 太棒了 你谁啊 我是谁 你问他 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然后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我想起来了 你呀 就是我们家松松 经常跟我说的 他最最最最最后悔交的那个前女友 对吧 这么看来 松松 你以前的眼光是不怎么样的 阿姨 你最近是不是没有休息好 你看你这皱纹 满脸都是 不过没关系 我知道一个特别好用的护肤品 到时候推荐给你 保证管你 要道病除 你 算了 我啊 不跟你这种没有见识的小姑娘计较 雪松啊 改天呢 去我们家新开的美术馆看一看 我啊 给你当私人讲解员 真是对不起 我们家雪松呢 现在不喜欢看画的 他呢 只喜欢看我 对不对啊 松松 哦 哦 对 你说得都对 所以对不起了 阿姨 恐怕会让你失望的 但下一次呢 我们有时间一定会去的 下次再见咯 拜拜 呃 不好意思 你们家的美术馆 可能去不了 失败 大叔 像我这么劝难的员工 是不是得加工资啊 没想到你酒量还不错 我家可是做葡萄酒生意的 不过你也不吵 这才能打合到哪儿啊 我在我们家的时候啊 哎呀 十瓶八瓶起跳的 那你是不知道 我开餐馆的 我拿红酒都是一箱一箱的喝 跟水呀 你厉害 牛 来 兄弟 不是 不对 嗯 我跟你爸是兄弟 但你就是我的 侄子 侄子 来 侄子 干杯 嘿嘿 喜欢 嗯 开心 没酒啦 开酒庄的 去拿酒啊 走 玉琪 走啊 这两个人可真没少喝呀 是啊 跟你们年轻人在一块儿 我觉得我自己也年轻了 我觉得他俩有时候挺幼稚的 是吗 晓晓 是啊 阿辉是我的儿子 我看得出来 他很喜欢你 不知道你对他 会长 我觉得阿辉挺可爱的 像我弟弟一样 哦 明白了 咱们去喝茶吧 好 去喝茶 会长 您先 不客气 你先走 走 来 他们喝酒 咱们喝茶 这茶好香啊 嗯 好 我来 嗯 嗯 嗯 好 我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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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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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家这么大的一个酒中 怎么就没酒了 找你老头要去 嗯 我去找我爸要酒 哎 等一下 嗯 我爸在那边 嗯 嗯 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偷偷躲着喝呢 嗯 爸 倒酒 嗯 嗯 好 倒酒 倒酒 啊 你的 嗯 嗯 还有你的 嗯 干杯 喝 嗯 你们俩也喝 不像鱼 嗯 嗯 嗯 好 好 好 我们也喝 干杯 干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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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长 我来我来 好好好 哎 好 哎 嗯 慢点啊 哎 哎 好 坐下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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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全 您知道吗 我这辈子 还是第一次看见 阿辉喝醉酒的样子 我儿子真可爱啊 阿全 去 帮我儿子倒杯水来 好嘞 我儿子真可爱啊 你干什么去啊 等我儿子倒杯水来 好 我来 你没事吧 还好 还好吗 没事 起来 起来 你别了 回房间睡啊 我 真不手心啊 躺好 好好休息吧 我先走了 小冰 你等一下 帮我拿一下手机 手机 你有什么手机啊 你早点睡吧 你帮我拿一下手机 我给夏元打电话 什么手机 哎呀 麻烦 特别 夏元就在隔壁 你要找 你自己找他说去呗 第一天认识我了 我要敢说的话 要你干吗 夏元这么可怕吗 她 她不是可怕 我一见到她就怂 那你想跟夏元说什么 你跟我说 我去转告她 你来 就这样说吧 你过来 过来 说吧 我跟你说 你可千万不要跟别人说 你说吧 你有没有喜欢过一个人啊 就是那种 每天都想见到她 见到她就想跟她说话 心里想的都是她那时候 不是你跟叶思琪那种 你那是单相思 我这个呢 也是单相思 我怎么连告白的勇气都没有呢 俏鞭 告白 俏鞭 你说这夏元是不是傻呀 我都已经这么明显了 她难道看不出来吗 她明明知道我不是一个主动的人 她就不能主动一点吗 都已经什么时代了 女生就不能主动了吗 你说假病是不是 那人家是女生嘛 你个大男人不能主动点吗 兄弟 你是我的罪 我应该主动 谢谢啊 好 你走啊 那 那 来 等等 干嘛呀 你抱我脱下衣服 脱什么衣服 我 我这脱着衣服难受 我怎么睡啊 就 就这么睡吧 快点 你怎么那么矫情 就脱个衣服 脱衣服 好重啊 好重啊 夏元 你干嘛脱我衣服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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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在家 牛奶 难道是圆圆 家 谢谢 愣着干嘛 吃早饭 快点吃饭吧 吃 吃吧 开闹吧 饿死了 来 给你 多吃一点啊 我吃你多感觉 再来个香肠 好 来 这是你的最爱 减肥啊 减肥啊 我吃太多了 吃吧 这也太丰盛了吧 你终于起来了 坐一块植物 这是太美味了 老板 好吃多吃点 对了 把这个签了 晓晓 我刚刚猜的什么 三明治五十元 牛奶十五元 热水果三十元 无非一百元 鱼血黑店啊 我要豆腐 我 我来问你啊 谁是助理 你啊 我 那谁应该做早餐呢 我 今天是谁做的早餐 你 那又是谁吃了我做的早餐呢 我 所以咯 你不但没有履行你的职责 反而享受了我的服务 而我的服务呢 是有长的 这些都从你的工资里扣了 把这些都清理干净 一会儿我来现场 老板 我们再商量商量吧 那么贵 我都把里面吃了 好 这个是我们宣传手稿 如果觉得还可以的话 我觉得可以在空白的地方 加上安徽响的那句slogan 可以 这个是酒会的流程表 我希望呢 我们的酒会是一个开放且开心的活动 这不仅仅是一次商业活动 更是为大家提供了一个交流的机会 所以我不希望这个活动太过一刻吧 有点游园会的意思 挺好玩的 别逗都没问题 就是许会长致辞能不能删掉 来的都是客人嘛 主人怎么可以不致辞呢 我是觉得 既然这个活动是我们主办的 那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上台讲话 都比他合适啊 这次活动呢 是许会长委托我们办的 而且他是酒中的功勋 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好吧 那你们记得提醒他 千万别只想套话 某满腿 可以 那接下来我们对下流程吧 酒会的总体时间 大概需要一个半小时 安排现场会有商务的洽谈 还有我们是 你记下这里 大概从下午一点开始做这个活动 好 起那么早啊 吃饭吧 老板 能不能给我个机会 让我表示表示啊 你这么搞我太被动了 行了 行了啊 看在你今天这么早起床的份上 免费提供早餐一次 老板 你老这么套路我有意思吗 你不吃是不是 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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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嗯 嗯 嗯 得了 这是今天的日程 你看一下 全堡 海调 整理书房 你这过的 简直是老年人的生活 生活方式不同罢了 我挺喜欢这样的生活的 你要可以尝试一下 不了不了不了 我还是挺喜欢 我吃喝玩乐的日子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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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啊 加油 别动了啊 我坚持不住 我跟你说啊 你现在呢 体脂率再往下走 离好身材不远了 你先休息一会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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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菲亚 对不起 你先休息一会儿吧 继续吧 又继续啊 我在休息一会儿 就 怎么办 哎呀 怎么办 你来陪你 给我 你今天 我这也就 我这也就 这也就 给我一口 我这送笔 我这送笔 你这送笔 你这送笔 我这送笔 你这送笔 你这送笔 我这送笔 这里人流量这么多 里面肯定有能消费红酒的群体 希望我们尽快找到我们的客户 一定可以的 加油 请看看 好 谢谢 不 我们的爱是全世界 不管有多少的风雨有多远 我们的爱一直都连 就是那么的幸运 就是那么光鲜灿烂的每一天 为什么没有人愿意收我们的传单呢 是啊 是对我们的宣传方案和内容不感兴趣吗 还是 我们发传单的方法不对呢 我知道这样不好 沉默的莫名轻妙 有些事情我不提到是不想提到 你也明了 你也明了 挽留的一刻就输掉 难道只该自嘲 是不想提到 生命中所谓美好 就是曾经有得到 你也明了 我知道这样不好 崩溃的不骗不巧 可我真的坚持不了 哪怕就原谅 谁又想到 有些伤害如此精巧 我躲都躲不掉 只能忘记你的好 在那明天拼命逃 那明街角 那样遇到 那么紧我的手 又放掉 回忆寂寥 承诺娇笑 不知道是否 这结局也好 把泪流掉 把痛残好 就让狠心的话说太早 在各自的背影前 悄悄走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